好,附土为浓硫酸配置锡硫酸的过程 好,那底下分别会有四个步骤去操作这个浓硫酸锡释的过程 那步骤一会先将仪器甲装上安全锡球 好,也就是A图上这个装置 那用安全锡球装上仪器甲之后 吸取90%比重1.6的浓硫酸V毫升 好,再来步骤二取一公升的仪器仪 先装入适量的蒸馏水 好,然后步骤三将步骤一的浓硫酸V毫升 取好的V毫升 加入并充分溶解 好,最后再加入蒸馏水至容器乙 好,仪器乙加水至刻度标线 然后就会形成30%比重1.2的锡硫酸 好,那我们去拆解一下这四个步骤 好,我们通常在稀释的过程会用到这个仪器甲 然后而且又要搭配安全锡球 那这个仪器就叫做科度锡凉管 好,或是叫分度锡凉管 好,那有一个跟他长得很像 他也必须要使用到安全锡球的仪器 老师也在这边帮同学补充一下 那个颗度标线就是25毫升 如果是50毫升的 那个颗度标线就是50毫升 那这个科度锡凉管它有很多的科度 所以你有很多的体积可以去选择来吸取你定量的体积 好,那它的体积是非常标准的 好,那吸取好之后我们要放到另外一个仪器椅 下去做吸释的动作 那吸释的话我们会用到仪器椅 这个容器叫做容量瓶 好 好,那它的体积也是非常精准的 你在这个颗度标线上 好,假设是拿100毫升的 那你吸释完就会是100毫升 好,那你拿500毫升的吸释完就会是500毫升 好,那这一类体积很精准的仪器 我们都不能拿去烘箱里头烘干 好,因为你没有办法确保说 你加热烘干以及冷却的过程当中 那个颗度是回到原来的位置 好,这样会造成原来的那个仪器的颗度变得不精准了 好,那接下来 好,像这一体的话它是取一公升的 那就是1000毫升的 好,那接着再将步骤一的浓流酸 V毫升加入并充分溶解 好,那为什么要步骤二跟步骤三 我们必须要先加一点点蒸溜水在容量品里面 然后再把浓流酸给加入进来呢 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吸释酸的时候必须是酸加到水中 好,才会避免大量的放热或造成危险 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容量品里面先加入一点点蒸溜水之后 然后再把浓流酸给加进来 然后混合之后再加水稀释到颗度标线 就是一公升的颗度 好,那我们到底要取多少毫升的浓流酸呢 我们知道稀释前后 有一个东西是不会变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量值来列等式 稀释前后容值的量是不会变的 好,那我们就利用稀释前后容值的重量不变 来列等式 好,那我们假设取了V毫升 然后乘上它的比重就是密度1.6 这样就是容液的重量 再乘以百分之九十 这样就是容值的重量 好,浓流酸的容值重会等于加水稀释过后 吸流酸的容值重 好,那吸流酸的容值重会等于 它后来是一千毫升 一公升就是一千毫升 好,乘上比重1.2 再乘上百分之三十 好,那这样我们算出来 V会等于几毫升呢 好,那答案就是 两百五十毫升 好,所以这个V会等于两百五十 好,那 接下来它又下一页哦 它的问题 它这边说 浓流酸V毫升 V就是两百五十 好,那过程中总共使用了多少毫升的蒸馏水 好,那我们加入的水的毫升数 这个毫升是体积的单位 好,但是我们其实并不太知道 到底加了多少毫升进去 但是我们可以利用重量来相减 好,就是后来的容义重 减掉原来的容义重 就是加进去的水重 这样的方式去推估水的重量 好,但是因为水的密度就是1啦 所以水的重量也就是会等于水的体积 这样我们就知道过程中到底加了多少毫升的蒸馏水 好,那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一页哦 这边它后来是1000毫升比重1.2 好,那原来是250毫升比重1.6 好,那我们就可以来计算一下 加入的水重会等于1000乘上1.2 去减掉250乘上1.6 好,那这样相减出来的数值是800克的水 好,那因为水的密度是1 也就是800毫升的蒸馏水 好,所以本题的答案就是800毫升 好,第三小题 仪器甲及仪器乙的名称分别为什么 我们再来写一次 甲的话叫做分度吸量管 或是刻度吸量管 好,那乙的叫做容量频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给的答案 第一小题 好,V的也250,没有问题 好,第二小题加入蒸馏水的重量 就是800毫升 好,第三小题 仪器甲为分度吸量管 仪器乙为容量频